会带小朋友听好听的古典音乐 去欣赏古典音乐的旋律 然后我们会让小朋友的手手动一动 弹弹看keyboard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教他唱好听的歌曲 学习更多的中文单字 那在节奏方面呢 我们会透过好玩的音乐游戏 还有我们的小乐器 去训练他的小肌肉 来学习各种不同的长短节奏哦 在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早给他有键盘的体验 那因为我们相信呢 音感让小朋友提早建立的话 有助于他长大 去延伸各种音乐的学习 透过小朋友生活中的体验 他常常知道的 譬如说小厨师啊 去结合很艰深的古典音乐 然后带领的好玩的游戏 让他对这样的音乐充满了好感 透过很多小乐器 还有键盘的合奏的体验 去训练他有团队合奏的能力 进入到个别的音乐乐器的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会培养他自己的自信 还有他的表现力 我们会有非常盛大的音乐会 会让小朋友上台去发表 他自己创作的曲子 或者是跟同伴 还有妈妈爸爸们 分享他这段时间 所学习到的曲子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